今天我们做到甲鱼汤 这是一只宰杀过的甲鱼 下面我们模拟一下如何宰杀甲鱼 先用刀把甲鱼的盖子片下来 然后准备一盆90度的开水 把甲鱼放在里面烫三分钟 甲鱼烫好之后 用手把上面的皮剥下来 然后把甲鱼翻过来 把下面的皮也用手剥下来 甲鱼表面的一层皮比较脏 然后把甲鱼的内脏扣干净 黄色的东西是甲鱼的油 我们用手把它扣去不要 最后里面只留下甲鱼的鸡肉 甲鱼的内脏和油扣干净之后 下面我们把甲鱼的指甲剁一下 用刀把甲鱼的四个爪子剁掉 然后把甲鱼剁成一块一块的 甲鱼营养丰富 但是比较腥 如果处理不好 做出来的汤会很腥 下面我们切点葱姜 可以去除甲鱼的腥味 切好后放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 倒入枸杞适量 大枣五颗 下面我们开始烹饪 甲鱼凉水下锅 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然后再放入几个姜片 开火煮五分钟 煮好后倒入凉水中 清洗干净 清洗后放在罩里中控水备用 准备一个磁宝 把清洗干净的甲鱼放在里面 倒入枸杞和大草 然后再放入葱姜 加入食用盐适量 再来点胡椒粉 倒入适量的开水 盖上盖子 煮开后转小火炖4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 炖好的甲鱼盛在碗中 一道滋不营养的甲鱼汤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试 关注为你分享更多美食 然后再放入